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珍贵 今天他积极地行动起来 在靠近城市附近寻觅何时的土地 公府不负有心人 他顺利地找到了卖家 怀揣着一丝紧张与兴奋 康特与麦加一同前往查看土地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坚定和专注 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仿佛在丈量着未来幸福的尺度 这块土地对于康特来说 不仅仅是建造房子的地方 更是他和阿祖法重归于好的希望之地 他仔细地观察着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查看土地的平整度 周边的环境以及交通情况 他一边查看 一边在心中默默规划着房屋的布局和朝向 每一个细节在他眼中都至关重要 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未来生活质量的因素 他向卖家询问着关于土地的各种问题 比如土地的产权是否清晰 是否有水源 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的介入条件 卖家耐心地回答着 而康特则像一块海绵一样努力吸收着这些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 康特也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 他知道 这次的选择将决定他和阿祖法的未来生活 他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他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他们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 让阿祖法远离过去的烦恼和痛苦 重新找回幸福的感觉 即使前方还有很多困难和挑战 但此刻的康特充满了信心 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 美好的生活就在不远的前方 在爱情的道路上 康特如今正全力以赴地奔跑着 只为挽回阿祖法的心 在人际关系和情感的评判中 我们都应明白一个道理 不能仅仅依据一个人说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看得错了什么 康特便是如此 他曾经的行为确实让大家怒气不争 那些举动就像荆棘一般刺痛了周围人的心 也让阿祖法在这段感情中备受伤害 然而 人总是会在挫折中成长 在痛苦中觉醒 现在的康特已经踏上了自我救赎之路 开始努力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 他深知 爱情并非只是甜言蜜语的堆积 不是仅仅用言语去诉说对阿祖法的爱意就足够了 真正的爱情是需要付出实际行动 用自己的双手去为对方创造幸福生活的 他放下了曾经的幼稚与冲动 不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行为 每一个决定 每一步行动 都承载着他对阿祖法深深的爱意 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 无论是卖掉自己珍贵的土地 还是在寒冷的天气里四处寻找合适的建设用地 他都毫无远言 他像是一位执着的工匠 精心雕琢着自己的作品 而这个作品就是他和阿祖法未来的家 这个家是他对阿祖法爱的具象化体现 每一块砖 每一片马都将凝聚着他的心血 在这个过程中 康特或许会遇到数不清的困难 资金可能会短缺 施工可能会遇到问题 周围的人或许还会有质疑的声音 但这些都无法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他的目光始终坚定地望着前方 那里有他和阿祖法幸福生活的画面 他要用自己的努力 为阿祖法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让他在这片天空下不再有恐惧 不再有悲伤 只有满满的幸福和安全感 他知道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 但他愿意为了阿祖法 为了他们的爱情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直直抵达幸福的彼岸 是的 是你 你贵贵